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陈平研究员 曹湖军副研究员团队 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材料设计研发策略 通过机械化学方法 在稀土氢化物氢化蓝金格中 故意制造大量的缺陷和纳米微晶 研发出首个室温环境下超快氢负离子导体 在某些条件下 一些材料经历有序无序相变 而转变为 具有高离子电导率和低迁移能累的超离子态 在这种状态下 离子会像在液体中一样 快速地穿过材料的刚性晶体结构 这种现象有利于化学能量的转换 因为它允许离子 在没有液体或软膜分离电极的情况下移动 然而 很少有固态材料 能在室温环境条件下达到这种状态 陈平介绍 在室温环境下 表现出超离子传导的氢负离子导体材料 将为构建全新的 全固态氢化物电池 燃料电池和电化学转化池 提供巨大的机遇 据了解 氢负离子具有强还原性 及高氧化还原电池等特点 是一种颇具潜力的氢载体和能量载体 氢负离子导体 是在一定条件下 具有优异氢负离子传导能力的材料 其在氢负离子电池 燃料电池 电化学转化池 摩反应器 氢传感器等能源 及电化学转化器件中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有望在未来实现一系列的技术革新 目前 仅有极少的国外团队专注此研究 K项研究面临着材料体系少 操作温度高 温和条件下 离子电导率低等问题 是捷径能源领域的前沿课题 早在上世纪的变色玻璃研究中 研究者就发现 氢化蓝具有快速的氢牵移能力 但其电子电导也很高 近几年科研人员往氢化蓝金阁中 引入氧 使其形成氧氢化物 以抑制其电子传导 但氧的引入也同时显著阻碍了 氢负离子的传导 陈平说 近年来 科学家已经开发了几种氢负离子导体 比如 碱土金属氢化物 和稀土金属氢氢化物 它们已能够实现快速氢迁移而闻名 然而 它们都不能在室温环境下 实现超离子传导 此次 研究人员创新地采用 机械球膜制备方法 通过撞击和剪切粒 形成氢化蓝金阁的积变 形成了大量的纳米微金和缺陷 这些金阁缺陷 可以显著抑制氢化蓝的电子传导 使其电子电导率 相比结晶良好的氢化蓝 下降五个数量级以上 更重要的是 材料结晶度的改变 对氢负离子传导的干扰并不显著 可以在镇住电子转移的同时 仍旧维持氢负离子的快速传输 最终获得了优异的氢负离子传导特性 在以往的研究中 氢负离子导体 只能在零上300摄氏度左右 实现超快传导 而这项研究 在零下40摄氏度 至零上80摄氏度的温和条件下 实现了超快离子传导 为氢负离子导体的研发 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据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陈平研究员介绍 科研团队 现在已经进行了 氢负离子电池的组装尝试 在此基础上 他们会研发性能更优的下一代材料 使其更具备实用性 至于氢负离子导体 在电池领域 未来能达到什么高度 是否能解决 新能源出的续航 充电等问题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接下来小编就为大家聊聊 当下大火的氢燃料电池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关键所在 和奥秘之处 在于它的动力来源 氢燃料电池近乎完美 和非常理想的工作原理与机制 它名义上叫电池 而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化学原理 将作为燃料的氢气 和空气中的氧化剂反应 生成化学能转换为电能的氢气发电机 燃料电池 早期主要应用于航天和军事目的 后来 鉴于巨大的潜力优势 和应对日趋严重的交通环境污染 人民有研究将它应用于汽车动力装置 经过这数十年 科学家和科技人员 扎扎实实地埋头探索和反复实验研究 如今 世界上轻燃料电池汽车的技术 进步飞快 成果显著 大大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想 已经展现出光明的发展前景 在电动汽车依旧烧车的关键技术障碍 久攻不下的困扰下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确给人们带来一种 眼前一亮的感觉 在世界汽车工业界多年艰难尝试了多种新能源汽车技术方案后 依据氢燃料电池汽车表现出来的无欲伦比的卓越环保性和高能效 在参照全球正在酝酿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预判 学界有人断言 氢燃料电池汽车很可能是世界汽车的最终发展目标 和新能源汽车终极解决方案 那么和其他能源相比 氢燃料电池都有哪些优势呢 一、环保、高效、能源多 氢燃料电池提供了一种固有的清洁能源 在运行过程中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因为副产品只是热量和水 与生物燃料或水力发电不同 氢气不需要大面积的土地来生产 事实上NASA甚至一直致力于将氢气作为一种资源 并将产生的水作为副产品 用作宇航员的饮用水 这表明氢燃料电池是一种无毒燃料来源 因此在这方面优于煤炭、天然气和核能 从车辆的动力装置 氢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来看 它产生动力不经过热机的过程 不受热力循环限制 基本上没有热释放和热能的损失 因此能源的转换效率可以达到六七成 甚至更高 大概是内燃机的两到三倍 从这个角度来看 大力发展氢燃料电池汽车 也是中国破解能源困局的有效决策和重大举措 氢是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 配合多种制氢方式 理论上可以达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二、安全、快充、密度大 氢燃料电池由几板加着很薄的电解膜构成 在电解膜一氧集上 氢被诸如薄一类的催化剂分解为电子和质子 质子可以穿过电解膜 与空气中的氧生成水蒸气排出 而电子则通通被电解膜拦截 集中起来生成电流 这一过程是在物质的原子水平上发生的 从理论上讲,没有热辐射就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电池的最高温度也不会超过100度 再采取一些冷却措施,温度则会更低 再由于燃料电池失能甚微 即使磨裂了,也不会发生爆炸 氢能量的密度大约是汽柴油的2到3倍 理离子电动车的10倍 5公斤的氢主量可以支持氢燃料电池车跑400公里 而达到相同的里程数的纯电动汽车 电池都半吨重了 相比之下,氢燃料电池则要轻很多 氢燃料电池车加注氢气的过程非常快速便捷 专用的加氢设备仅需3分钟即可充满氢原料 相对于纯电动车超长的充电等待时间而言 氢燃料电池更科学 氢燃料电池作为最好的可再生能源之一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但要充分发挥氢作为未来脱炭能源系统关键推动力的潜力 仍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 氢燃料电池可以在不久的将来 为固定和移动应用提供完全可再生的清洁能源 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扩大脱炭氢生产和燃料电池制造 并制定所需的监管框架即明确定义商业部署模型 预计下一步的技术进步将降低开采、储存和运输的相关成本 同时进一步投资于支持它的基础设施 氢可能成为满足我们未来能源需求的最佳解决方案 但这需要政治意愿和投资才能实现 然而随着化石燃料耗尽 轻可能成为满足我们全球能源需求的关键解决方案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尽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会想到说 感谢观看